荣耀V20跌至一字头,离压骁龙855机型变成真相机。 众所周知,如今的市场竞争已经分为三大名牌。 骁龙855机型、苹果机型、麒麟980机型。 这三种机型在手机市场中的影响力,价位、定位都是不一样的。 抛开苹果机型。 在国内手机市场里面,骁龙855机型和麒麟980机型之间的竞争还是很激烈。 价格之间的比分抓得很紧。 这点从荣耀20、荣耀V20、小米9、红米K20 Pro等产品就能看出来,价格差距一直都没有拉开。 这就导致我们用户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非常犹豫,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。 而在1998元这个价位附近,目前还真的没有骁龙855机见机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荣耀V20也就可以说力压骁龙855机型成为一款真相机了。